大家好,我是国际智慧学会的讲师,我叫做琥珀 今天我们要来谈贪狼星 希望透过短短的影片的时间 能够提供给大家明确的方向 然后比较轻松没有负担的方式 可以掌握贪狼星这颗星药 我们讲过理解一颗星药的关键 其实首先要理解它的阴阳五星 以及它化气为什么 那贪狼星呢,这个星药呢 它很特殊,它会有两种五星 那它是两种五星呢,分别是 水以及木 然后水的话是阴水,木的话是阳木 双五星的部分呢,在使用上呢 要基础建立完善之后再谈 这系列影片结束之后 我们会找适当的时机跟大家分享 再做拍摄 接着呢,我们谈星药最至关重要的化气 一颗星药的化气呢 代表这颗星药的中心价值 贪狼星化气为桃花 它的核心价值呢,是欲望 以及各种追求 那一般古书上呢,或者是坊间 可以查得到的资料 大部分呢,对于 沙破狼,就是西沙破君三郎 这三颗星药的评价都不是太好 但实际上呢,这三颗星药呢 是推动人类文明很重要的三个力量 其中贪狼星的化气呢 就已经很明确的指出了欲望这样子的概念 欲望呢,可以是一切的原动力 后续呢,应用而生才会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作为 贪狼星其实是非常聪明的一颗星药 但是大家很容易忽略了这个特性 这其实是因为呢,贪狼星说这个它的欲望呢 会让它有多元的这种想法 然后它感兴趣啊,或者觉得想要啊 重要的东西非常的多 在多方领域都有设立的状态之下 其实你很难在这个领域走到专精 适时的鼓励,贪狼星可以呢 在一个专业的领域生根 或者是说呢,干脆把自己的能力培养成通才 这会是贪狼星运势操作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一般呢,我们谈到桃花多半都会有一些特殊的想法啊 对粉色泡泡啊,男女关系 或者是说男男关系女女关系 这其实是贪狼星的其中一种特质 那其实桃花的特质呢 包含但不仅限于男女或者是男男女女各种的感情的状态 它其实谈的是对多方发展多元欲望的追求 在这样追求的路上呢 贪狼星很容易会具备多方的才艺 同时呢,也为了多方追求 贪狼星的桃花特质也会希望在多方关系之间保持平衡 其实贪狼星呢,不太喜欢让空气忽然凝结尴尬的感觉 长袖善武落落大方的人际经营方式 加上多方的才艺什么都可以聊 自然呢,也容易解交各式各样的朋友 这样的特质也让贪狼星具备所谓的解恶之心的称号 因为广结善元在贪狼星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自然有机会透过人际关系解套 也容易得到别人的帮忙 又或者是呢,多方才艺对于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就是比如说你会的东西比较多 那刚好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你刚好略通一二,让自己这样子过关 另外呢,对于多方事物都抱有兴趣的贪狼星 对于宗教选学方面也是会很容易会很有兴趣的 也会想要去有所涉略 所以呢,贪狼星其实也是具有宗教缘分的一颗星药 那贪狼星本就具备桃花星的特质 所以不喜欢再遇到桃花星 特别是如果追求的是稳定的感情 那如果是你贪狼星在遇到其他桃花星 其实你在感情的维系上面需要花更多的心思以及力量 另外呢,过多的欲望跟追求 当你这种实行或者是说你操作的顺序啊 无法排列好的时候啊 其实很容易因为想要的太多 而不知道怎么样的行动 或行动方式五花八门不够一致 而导致最后又仿佛停留在原地那种停滞感 没有进展的感觉 接着呢,我们看这样的特质放进十二宫会有什么样子的诠释 大家也可以拿出自己的命盘 核对一下是不是具备这样的一些特质 命宫呢,其实我们谈的他组长是一个人的个性行为作风 还有整体的特质 那如果是说化器为桃花的太郎星座 你的命宫呢,基本上你会是一个博学人人好亲和立家的人 那兄弟宫呢,他谈的是父母的感情与妈妈的关系 同性别手足的关系 那化器为桃花的太郎星呢,坐入你的兄弟宫 你的眼中的妈妈或同性别手足或是一个 会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相处融洽 那但是呢,你父母的感情之间的经营跟维持就需要用心 那夫妻宫呢,我们谈的是感情的态度、价值观以及状态 那化器为桃花的太郎星,坐入了夫妻宫 那基本上呢,夫妻的感情融洽 浪漫,但注意感情的经营需要专注力 子女宫呢,子女宫我们谈的是教养孩子的态度、价值观、性生活 以及财富的状况 当化器为桃花的太郎星,坐入你的子女宫 基本上你的亲子关系会是相对融洽的 然后呢,你也是爱玩的 然后也容易享受在性生活之中 财富宫呢,财富宫我们谈的是理财的态度、价值观以及状态 当化器为桃花的太郎星,坐入你的财富宫 基本上呢,你会喜欢花钱、吃喝、玩乐、享受生活 但呢,你也有多元的赚钱的欲望 也很喜欢赚钱 那饥饿宫呢,饥饿宫我们谈的是使用身体的方式、体质、身体的状态 当化器为桃花的太郎星,进入你的饥饿宫 基本上你要去注意你的肝、注意你的圣的养护 也要注意不要过度操劳自己的身体 牵异宫呢,牵异宫呢,它谈的是外人怎么看我内心的状态 以及出外的状态 当化器为桃花的太郎星,坐入你的轻易宫 基本上呢,你在外人缘好,善于交际 化器为桃花的太郎星,进入你的轻易宫呢 其实基本上呢,你在外算是人缘好的 然后也善于交际的 不义宫呢,不义宫谈的是人际往来的态度、价值观 与朋友相处的状态,还有异性别的手足 当化器为桃花的太郎星,进入你的不义宫呢 基本上呢,你什么朋友都交三教九流的朋友 都会想要有所接触 那关禄宫呢,关禄宫它谈的是对生活中心的态度 价值观以及当前的状态 当化器为桃花的太郎星,坐入你的关禄宫 你在工作上的人缘好,适合人际的经营,开拓市场 或者是呢,从事吃喝玩乐相关产业面向的工作 天在宫呢,谈的是家事背景 家人之间相处的态度 价值观以及状态,居住的环境和你的财库 当化器为桃花的太郎星呢,进入你的天在宫 你会喜欢居住在热闹的地方 家人之间相处也算是融洽 福德宫呢,福德宫我们看的是精神灵魂的价值观状态 还有来采方式,还有来采方式的状态 当化器为桃花的太郎星,进入到你的福德宫呢 基本上你兴趣多元,来采方式呢,与人际关系有关 父母宫呢,父母宫我们谈的是与父亲、长辈相处的态度 价值观以及状态 你眼中的爸爸呢,其实是一个长袖善舞的人 或者呢,酒色才气样样来的人 那要看里面心谣的状态,我们之后会跟大家分享 来,我们今天的影片呢,到这里到一个段落 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